5月21日小满,影星刘德华为奥迪汽车代言的广告,小满瞬间刷屏,但自日短视频博主北大满哥发视频为全。他指出刘德华奥迪广告小满的文案,几乎完全抄袭他的原创。北大满哥,贴出刘德华的广告视频,和他的原创视频做对比。刘德华的广告词和他说的几乎完全一样,并配文被抄袭了过意播放的文案是什么体验。 刘德华在自己短视频平台发布的这条策划片视频,在平台上已超500万点赞。在朋友圈传播也相当广,突然被扒出文案是抄袭,这让他和当事公司奥迪都有点骑虎难下。在事件被曝光后,社会舆论高涨之下,广告公司以及汽车品牌公司的负责人,都对北大满哥进行了当面道歉。 特别是刘德华也发表了道歉声明,表示深感遗憾,说真的,这个和刘德华的关系并不大。就像那些剧本抄袭和演员无关一样,但是刘天王还是发声道歉了,可以说是相当有诚意的。 近日,此事又迎来了新进展,应该说是完美结局才对。北大满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声明,对奥迪抄袭事件再次作出回应,声明中表示,目前三方已经达成协议。 我把我去年小满的作品的文案,进行了免费授权,直言并没有收取对方的钱。的确是免费授权使用,也就是说,小满的文案视频,奥迪和第三方,将可以继续投入到广告使用中。 不过就算北大满哥没有收取对方任何金钱。通过这一件事,北大满哥也赚足了眼球,人气大涨,成为了全国名人。也算是一次成功的营销了。 而奥迪方无需再因抄袭文案而背上官司,可谓是皆大欢喜了。而回顾整个事件,其实最受伤的还是刘德华了。 要知道,他这一次的代言不是自己的工作,团队抄了北大满哥的文稿。而是奥迪方面的广告,代理工作人员惹出来的抄袭事件。 北大满哥的发声从一开始也没有找刘德华的麻烦。但介于事件的影响力太大,对刘德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,毕竟这是他出演的广告片。 那么为什么北大满哥突然和对方和解,并且免费提供这文案给对方使用呢? 很可能北大满哥是咨询过法律专业人士后,才做出的决定吧。据了解,早在此时曝光后,曾有律师人士针对,如果北大满哥起诉,奥迪能获得多少赔偿? 这个问题做出了专业的分析和判断。据该律师人士称,文字侵权的行业标准赔偿,大概是一千字的抄袭,赔偿在277元到300元之间。 那还是比较权威的文章,像北大满哥这样的,很可能还拿不到这个赔偿价。 而那篇文案还没一千字,也就是说哪怕按最高标准,最终也就只能获赔300元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,所以北大满哥最终决定和解,不再起诉奥迪方。 毕竟,这最终拿到的钱,可能还不够支付律师费用,而且还因此得罪了奥迪和刘德华的粉丝。 所以既然这样,还不如直接和解,这样不仅赚到大度的好名声,而且还有可能和天王刘德华结下善缘。 再次就能够支付放哪项钱。 感谢观看